這盒餅乾給你吃 你拿吃完之後 就是你那個包裝紙留著 包裝紙為什麼要留著 因為我想吃雀雀 我想吃雀雀 波特王竟敢弄絲翔翔 使出撩咪大絕餵安 想吃雀雀 你最近心情還OK嗎 因為事情不光到檯面上 也過兩個月了 現在就是告他們啊 然後他們還我錢 你真的跟我很像 欸 這翔翔跟波特王 可能犯太歲 兩人今年都遇上 被親近的合夥人背叛 外交被欠籤 至今都還有陰影 你會不會變得很難去信任別人 我覺得有點 我現在會不敢跟人家吃飯 我會盡量去避免掉飯局 那我約你吃飯就回來 那我約你吃飯就回來 那還是吃一下好了 我覺得人要有 要有所保留啦 就是 狂人之心 對 狂人之心不可無 因為我當初會 會 跟他合作就是他說 他把我當家人 但現在不會了 現在只要工作上 誰跟我說 他把我當家人 我聽到這句話 我會直接先跑 兩人偷心偷配交還被騙 好啦 我是說過 那段不堪的經歷 相互了解後呢 波塔王提到對強強的印象 那我會覺得 你是一個開朗人 因為 因為其實平常看你影片 就覺得是這樣的啦 那今天就聽完你的故事 你跟我分享的 還會繼續這麼心軟嗎 我在學 我自己的感覺啦 就是你還是會惋惜 你那一段關係 你跟朋友的那段關係 畢竟這麼長的時間 但是沒有辦法 真的 你現在在哭了 浪費 你笑到我的身上 好 其實我沒有想過耶 因為其實我一次看穿這次 我會爭執嗎 其實我訂了一張機票 我下個禮拜要出國 因為我希望他們離開我腦袋 因為我說 嗨 太委屈喔 我在在主角上 你跟女朋友分享 我下午上 你說那時候跟男朋友分享 我不會那麼難看 好 波特王 你把牆牆給熱哭啦 還不趕快呢 出你的溜美絕招來安慰餵他 這盒餅乾給你吃 然後你拿吃完之後 你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就是你那個包裝紙留著 包裝紙為什麼要留著 因為我想吃雀雀 我想吃雀雀 我剛剛發現這邊 我的手機訊號比較不好 那你 你可以開你的手機熱點給我嗎 可以分享給我嗎 喔 熱點 好 分享給你 因為 因為我想要跟你有所連結 對 像是我們做頻道嘛 你也是創作者 就是他應該會遇到一些 網友啊 或是一些比較極端的算民 他會跟你說 啊你為什麼要拍這個主題之類的 那我每次看到這種留言 我就想說 就是我被生出來 我又不是為了要取悅你們這些人 對不對 你剛剛也有這樣想 對啊 我們人又不是為了要取悅別人 對不對 對 是為了要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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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現在說到說到 立刻喔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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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ctice ข� одну